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4月17日 星期六 這節繼續John Connor跟大家說香港的時事 這節要跟大家研究的就是 大家都 很熟悉的人 李嘉誠 曾經 被譽為這個就是香港的地下特首 香港的所有東西 全部都是要先問過李嘉誠 李嘉誠當年跟北京 真的相當之要好 國家領導人 下來訪港 還要下塔 李嘉誠旗下的酒店 雖然明明 李嘉誠旗下的酒店 不是 在香港最頂級的酒店 當時的國家領導人 就是給李嘉誠 就是要去 長江集團 旗下的酒店就是下塔 大家可以看到 當時李嘉誠 整個中共 整個北京 對他有多麼尊重 時而世逆 一朝天子 一朝神 自從換了習近平上台之後 習近平上台之後還是這樣的情況 情況其實就是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自從習近平上台之後 李嘉誠就開始把國內的生意逐步撤離大陸 情況 當然李嘉誠就是跟 國家領導人不再是以前的關係 第二點 就是李嘉誠作為一個商人 也聞到共產黨 共產的味道 所以這個李嘉誠 雖然就是帶頭回去 帶資金 回去大陸 建設祖國 在國內就做了那麼多生意 但是一直就是受到中國大陸官方的攻擊 到了最終 甚至乎就是跟中共 近乎是一個完全 完全決裂的狀態 這一節就要跟大家說 到底是不是這個習近平 出手 要將李嘉誠 在香港的所有地位 所有的力量 要連根拔起 詳細在說之前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記得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包括 後備頻道 星期二日報 以及主頻道 星期二得道的戶口 星期二得道的戶口 YouTube戶口就是被打壓 還是禁止上載 所以希望大家把我們被打壓的訊息 繼續用社交媒體 發佈出去 希望聽眾看到 就是來訂閱我們的後備頻道 後備頻道 訂閱也有不錯的增長 但是跟主頻道比 還撐30多萬人訂閱 現在已經4萬多了 情況也相當不錯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繼續點擊廣告 繼續點擊廣告 看到藍絲廣告不要客氣 欣賞多一點 如果又看到政府廣告 當然要表態 按到 按到不能夠按為止 其實藍絲廣告也應該按到不能夠按為止 讓你那麼喜歡 顧著經濟利益 經常說別人搞著你們的經濟利益 自己就做既得利益者 那麼多錢 先按走 香港政府最近就是修改 不要說修改 大家一起跟我說 更改香港的選舉制度 甚至乎 更改香港的制度 一國兩制的制度 現在就是被整個制度換走了 一國兩制就變成了一國一制 或者可以說是電制的制度 整個制度都被人拔走了 香港的 香港的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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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就跟一個 陰點也沒有分別 不過過去的陰點就是操控的成份有限 現在的陰點就是到最後 他喜歡指哪個就指哪個 北京就已經厭倦了香港的 建制派的內鬥 其實 選舉委員會就是給中共大清洗 把整個遊戲規則 改過了 原本的牌 你有漂亮牌 幫你洗過了 派到你得到 數目字為止 把大部分選委會的位置 全部給了親北京 人士 所謂親北京其實就是土共組織 土共的意思就是本土的共產黨 所以親建制 跟你本來是共產黨 對於共產黨來說是兩樣東西來的 你想去舔建制 你想去親建制 說一些激進的外國說話 跟你原本 就是黨員 原本就是受黨教育完全不相同的東西 這個就是完全 黨性是完全超過了人性 其實在這個世界上 人性其中一種最黑暗的表現 所謂的黨性 其實來來去去就是要服從一個利益 團體 根本就不是政黨 有親北京的媒體報導 親北京陣營 出現 極大的權力鬥爭 原來在選委會的第三界別 要爭登仔 其中一個 新增的界別 第三界別就是 同鄉社團 到底同鄉社團 哪些社團能夠爭取 進去做選委呢 大家都知道 李嘉誠就是 潮屬社團總會 的主席 這個潮屬社團總會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 大的會 也有 十幾萬的會員 竟然這個潮屬社團總會就是 爭取這個第三界別的時候 竟然就是 入不了圍 完全就是被踢出來 過去大家都覺得就是李嘉誠 曾經 就是香港的做王者 只要他 看中誰 支持哪個候選人 哪個人就會繼續當政 其實這件事 到了 唐梁之爭 梁振英上場的時候 就已經把這種 情況已經徹底打破了 換句話說 就是從2012年開始 李嘉誠在香港的那個政治地位 就是在高峰上面直線 向下降 甚至乎李嘉誠的話語權 其實跟普通的一個香港人 其實真的沒有分別 變成 所以到最終 李嘉誠就是 在2019年的時候 就是 一個這樣的身份 依然就是幫香港 的年青人 說說話 但是說一句人話 就是會繼續遭受清算 這件事 就是共產黨最恐怖的地方 最扭曲的人性 就是 徹底的法西斯政黨 要對 任何一個不聽話的人 就是要復仇 任何一個有眼睛 以及有基本智慧的人 都會知道 為甚麼李嘉誠 所屬的這個團體 潮屬社團總會就是 進不了這個 社團的界別 拿不到任何的席位 本來大家 可能還會猜測一下原因 但是當你看到這些藍媒 直接受共產黨操控的媒體 出來為李嘉誠 進不了這個選委會的事件 出來解釋 大家都知道 幾乎就是可以400%肯定 共產黨的魔爪 以下就是奇聞共產 又是奇聞共產的時候 這個叫做選舉改制 選委 同鄉社團名單曝光 潮屬社團總會落選 野潮人不滿 裏面的內容就是 潮屬社團總會沒有份入選選委會 以及同鄉社團界別 原來原因跟省份有關 這個就是藍媒 出來嘗試去解釋 嘗試去把政治的判決 其實現在也是一個政治判決 就是判李嘉誠政治上面死亡的一個判決 然後嘗試去把政治的判斷 說成是有其他原因 竟然說跟省份有關 看看結果 所謂第三界別 其實同鄉社團 就是 這個廣東社團總會 福建社團聯會 就是入選 這個潮屬社團總會 即是剛才所說的 李嘉誠做主席 就是完全入不了 大家猜一下藍媒如何解釋 他說原來這個榜上無名的原因 就是因為屬於廣東省的一部分 其文是這樣的 選委會第三界別新增的同鄉社團界別 成員分別來自24個列明的團體 包括廣東社團總會 福建社團總會 廣西社團總會 香港北京交流協進會等 但由李嘉誠擔任首席榮譽會長 的潮屬社團總會 則榜上無名 據文 也起不少在港 潮籍人士不滿 政府消息指 一潮州屬於廣東省內的一部分 故為公平起見 沒有另行將潮屬社團總會 加入名單之上 好 這個真的是 真的是 奇聞共賞 整個 這個香港的選委界別 其實 福建社團總會是不是已經相當之恐怖呢 還有香港北京交流協進會 另外那兩個都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廣東社團總會 廣西社團總會 都能夠入到這個名單 竟然就是唯獨踢走李嘉誠 的潮屬社團總會 然後你竟然說的理由就是 他本身都已經在廣東省內 所以我們就選了廣東社團總會 然後就踢走你那個了 拜拜 大家想想也知道整個邏輯多麼好笑 結果其實來來去去就是要踢走李嘉誠 你說那麼多原因 寫了文章去解釋 根本就一點關係都沒有 大家就可以看到這個 中共就是正式 出手 其實整件事 就是要 把這個李嘉誠的力量 全部勾出來 說了一大堆就是完全 正常人的邏輯 無法理解的原因 不過這個世界 再說一次 最難理解的邏輯就叫做中國邏輯 簡單來說中國邏輯就是毫無邏輯可言 根本就不是邏輯 其實叫中國邏輯根本也不對 根本就是一大堆歪理 歪到自己也無法自圓其說 無論用任何方法都沒有辦法把他貫通 往後到底 那個打壓 是會怎樣呢 往後的洗牌又會怎樣呢 李嘉誠 再在接下來的特首選舉 還會不會繼續出來說話呢 大家就繼續留意 因為很快 接下來又會有 香港的這個 特區 黨委選舉就會出現 現在開始要幫香港改名了 香港的那個不是特首 香港的那個叫黨委書記 還有香港的法院 麻煩你加回人民兩個字 真的要加回人民兩個字 例如灣仔那個就叫區域人民法院 金鐘那個其實就應該叫做高等人民法院 其他的裁判處就是 按照地區 全部加回人民兩個字 那就真的符合國情 一國一制 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拜拜